这里是一个农业推广会议 但在旁边这个小房间可以看到 稍早高雄市长韩国瑜 就已经抵达这边一个中午的午宴 是由当地的一位丁拿渡 宴请高雄市政府整个团队 还有其市议员和农会成员 一起在这边享用午宴 和马来西亚台商先享用午宴 韩国瑜出席农产品推广会议 要替农民找出路抢订单 活动现场高雄首选水果摆满桌 上头有木瓜 玉米番茄 还有红星巴勒等等 这场推广会原定邀请 90位商界代表出席 结果现场爆棚来了120人 其中这位台商代表特别受到瞩目 同样有个招牌秃头 他是麦顺成 曾经是问来刘台同学会副主席 而他有个亲表弟就是艺员无尊 实际上比比麦顺成和无尊 都有着深邃的五官 但他的秃头外形 被更多人说像是韩国瑜 连他自己也不否认 那你应该是韩粉吗 对 因为都是同类的 秃头的 秃子跟女儿那样子 对对对 都是OK的 我们都是希望的 这次我们特别从文莱飞过来 所以希望把高雄的水果 能够呈现出来 台湾凤梨超棒的 对 很甜很甜 我们在当地的凤梨 实在是没得比了 另外谈起台湾水果就赞不绝口的 还有问来台湾商会荣誉会长连国勋 这回也出席农业推广会 希望能寻找和高雄更多的商贸合作机会 对于韩流旋风在东南亚的台商都相当了解 更想亲眼目睹韩市长的超强魅力 这场农业推广会预计将签下三季三十五万美金 约和台幣超过千万的合作备忘录 而马来西亚的企业部部长也确定会出席 韩国要用超强寒流权力行销高雄水果发大财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